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4月4日礼拜日的第二节 我们一起去跟进下本港的最新情况 有两单消息要同大家分享 第一单消息 林郑在昨天接受了新华社的专访 他在专访当中对于香港的疫情就有一番见解 他提到说香港的疫苗接种比例偏低 而有部分的市民对于特区政府的信心不足 叫他去打针就不去打 第二单消息 有死者家属不满卫生署 太快判断死者的死因是和打疫苗无关 于是就走了去找媒体来伸述 好了在说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吁各位益友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林郑在新华社那篇专访里面 发表了什么的伟论 林郑就提到 有一段时间很困难 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黑暴仍然是肆虐 有些检疫设施就受到破坏 加上经历了严重的社会冲突 部分香港市民对特区政府信心也不足 你要他去打针他就不打 你要他去检疫他又不去 其实林郑的这番说法就是把几样东西混合来说 直接就好像干炒牛可兜乱一样 他就提到 有些检疫设施是受到破坏 我相信他就是说在去年一月的时候 当局就打算利用粉岭辉明村作为隔离刑 后来有些示威者就冲了进去其中一座楼的大堂 就不知道好像烧了个电梯 还是烧了个大堂 我相信他就是说这件事 后来辉明村就用不成了 但是这件事都已经是在年多之前 后来中间经历了这么多事 发生了这么多事 为什么林郑一句话都不提呢 尤其是去年出现所谓第三波疫情的时候 究竟是源头哪里呢 是发现得到是来自那些什么海源 那些海源是谁放生的呢 在去年香港都不是说没试过清零的 试过有一段日子真的是零个案的 后来这个第三波疫情之后 就真的没试过零确诊 为什么不说一下这个第三波疫情 究竟是怎样爆发出来的呢 你走去说那些什么黑暴示弱 现在过了这个国安法以后 所有的示威都已经是打残了 没有了 接着林郑就说到部分市民对特区政府信心不足 叫他打针又不去 叫他检疫又不去 那市民对特区政府信心不足 这件事 好在林郑都还是知道的 但是 这个是现象 到底原因是什么呢 而且市民对特区政府信心不足 这个不是市民的责任 你作为特区政府的行政首长 你自己都应该去反思一下 为什么市民是会信心不足 市民信心不足 你就要做更多的功夫挽回市民的信心 做不到 不是市民的责任 你走去说叫人打针又不去打 为什么你叫他去打针他就要去打 是不是他不打针就等同于跟你对着干 是不是要上升到这个层次呢 很无谓的 等同于是自制对立面 你难道所有不打针的人 全部都是不信任特区政府 不是这么说的 是不是 正如你林郑自己说到 其实 这个疫苗接种计划到第35天 接种的市民也只有50万人 比例相对偏低 香港有750万人 就是说还有700万人 他是不愿意打针 或者他愿意打针 但是要先观望一下 先看清楚 这些人怎么办 难道全部你都说他是完全不信任特区政府 其实 不信任特区政府是其中一个因素 还有其他因素 比如说有些人 他想等到多些人再打针 看看人家的副作用是怎么样 跟着他才去选一种疫苗去打 又有 有些人他完全不是为了防疫来打针 他就是为了功能性打针 功能性打针 有些如果是为了上班的 有些是为了要保住工作要上班的 那些人就已经是打了 因为那个职业的要求 是要他去打 但是有些人的功能性打针 他就是纯粹想去旅游而已 他当然是等到你的旅游气泡 或者其他国家 他公布了一些细节 他认可哪一种疫苗 他才去打 这个旅游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诱因 绝对是 所以你现在谋谋言说 叫一些人去打针 有部分人他先看清楚才有什么问题 而不是去说 你要他打针他又不打 你要他检疫他又不去 你说这些有什么意思 你老公也没那么听话 你老公打了没有 你自己也会说 只有五十万人打了针 蓝丝也不止这个数 难道你说蓝丝也不信任特区政府 如果是就好笑了 那你作为特区政府的首长 就更加之应该去深刻反省一下 为什么在你的管治下 连蓝丝也不听你说 林郑还说 积极性没有上来 有些就是因为担心 有些传媒的报道亦产生了一些误导 但是不打疫苗 是没有能力完全控制疫情的 第一他就将 这个疫苗接种率偏低 责任就归咎了在媒体的误导 但是哪些媒体 做了什么误导 那你特区政府常常都走出来澄清的 那还不够 还有就是说 你说不打疫苗是没有能力完全控制疫情 那中国呢 澳门呢 台湾呢 这些地方他们的疫苗接种率 难道又很高吗 人家的接种率不是又是偏低 人家又能控制得到 那你控制不了 这些东西是没得赖的 人家纯粹通过行政手段 就已经做到防疫这个目标 特区政府不是说没有做的 也有的 那就是证明得到特区政府的政策是很流 是比起其他邻近地区是比下去的 那你就要承认这件事 自身都有不足 不是一味是赖人的 是不是 只是人家错 你自己呢 那你有没有检讨呢 好啊 接着我们又看看 另一宗的消息 就是关于有一个死者的家属 他就不满 说卫生署未曾做这个解剖尸体 就已经宣布了死者的死因 认为是不公道的 他这个家属就质疑 这个死者的死因未必是跟疫苗无关 其实那个事主就在3月16日去了打科兴疫苗 3月26日就感到不惜 开头就以为是普通的病痛 但是第二天病情就恶化 就去到急症室那里求诊 需要留医的 后来就抢救无效 在第二天 卫生署就公布了这个个案 就说事主是长期吸烟 初步死因就是急性心肌梗塞 但是这个家属就不满了 说他在3月31日跟那个主诊医生会面 医生就告诉他未有完整的化验报告 只是初步推断到死于心肌梗塞 家属就质疑 究竟政府是不是网下结论 是不是要隐瞒接种疫苗的风险 不想公众对于打疫苗有负面的看法 这个就是那个家属的质疑 卫生署在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说 专家委员会在3月30日就召开过会议 评估有关个案 根据死者病况 病历 和是相关的临床诊断 初步就认为 他的死亡是跟疫苗接种 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专家委员会就需要等到这个全面的 解剖报告完成之后 才会总结因果关系的评估 为什么这一名事主要急于打疫苗 根据他的家属所说 他想通关之后尽快回到大陆 才去打疫苗 这一名事主也是功能性打疫苗 他根本不是为了什么防疫抗疫 打疫苗 而是纯粹想 一开通的时候马上就可以回大陆 现在根据这个家属的描述 究竟 卫生署的判断会不会是快了一点 是不是要等到 所有的完整解剖报告 出来之后 才作一个判断是好一点 现在你马上就已经说 是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虽然那个是叫做初步的判断 不过我就相信 那些专家就算去到最后 也不会贸贸然推翻了自己的初步判断 否则的话 他豈不是告诉人 自己的初步判断是很粗疏 是很粗疏 判断错了 再加上大家都看到了 之前那么多个案的专家 当然会找到一些原因 来说那个事主有问题 肥胖又拿出来说 有些人吸烟又拿出来说 那当然多多少少有些毛病 这一个人活了一百年多 是不是呀 就算年轻的人 都找到他有些隐疾 到他死了之后 现在这一名的家属走出来 就质疑卫生署 这样那样 但是我相信到最后 也是没有结果的 因为专家委员会的判断 就是最终极的结果 你怎能动摇得到那些人才行 最后我们就看看 最新的疫苗预约情况是怎样 根据特区政府公布的数字 显示 截至昨晚的晚上8点 24个小时之内 若有3200人 在网上预约接种 第一剂和第二剂的科兴疫苗 反而来说 伏必泰昨天就开始恢复预约 有42,300人 是预约接种第一剂和第二剂的疫苗 所以 预约这个伏必泰 就多过预约科兴 大概是12倍 其实数字就已经反映了 市民对于哪种疫苗的信心 是大一点 当然你说刚刚现在复必泰恢复预约 可能就抑压了一段时间的需求 在现在就爆了出来 后续到底这个需求 是不是也是那么强劲 就需要多看两三天的数字 但是有些人打针 他纯粹就是想为了去旅游 而复必泰就得到了世卫组织的承认 所以长远来说 可能复必泰 也会被科兴受欢迎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